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一个局部冲突的象征,更成为了国际关系与人道主义的焦点,数以万计的乌克兰人因战乱而被迫离开家园,寻求避难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现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逃出国的乌克兰人迟迟不归。 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也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史梅加尔在当地时间20日表示,过去两年的战斗,让乌克兰损失了巨大的经济体量。 此外,还有总计长达8400公里的道路遭到破坏,超200万户家庭直接受到冲突影响。 史梅加尔进一步估计,超过1000万乌克兰人在冲突影响下被迫离开家园,其中很多人选择逃出国境。 史梅加尔预测这些逃到海外的乌克兰人不太可能返回国内,由于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他们这些人不会从欧盟各国。 从世界各地回到乌克兰生活,这让我们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史梅加尔表示,乌克兰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兵源,但在火力上被俄军压制住了。 史梅加尔呼吁盟友应该加快军事援助,我们得到了所有合作伙伴的支持。 但不幸的是,包括欧盟在内的盟友弹药产量并没有那么高,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所需数量的弹药。 史梅加尔的表态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在访问欧洲国家时做出的呼吁立场一致。 当时泽连斯基强调,希望滞留在海外的乌克兰人尽快回国,特别是那些当初违反法令私自出国的成年男性。 泽连斯基当时表示,如果你是一个符合动员年龄条件的成年男性,你就应该回来帮助我们抵抗俄罗斯。 即使你不在第一线战斗,你可以上班,挣钱,纳税,这对乌克兰经济也是一种贡献。 但如果你符合动员条件,但一直不回到国内,那么你我之间就会有问题存在了。 是打不动了,还是败局已定,俄乌开战后,反俄挺乌已经成为西方的一项政治正确, 于是美国与欧洲各国相继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武器弹药与资金, 特别是在2023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基辅后,西方原屋的力度有明显提高, 诸如挑战者型坦克,爆二型坦克,布雷德利装甲车,风暴阴影等先进武器陆续进入乌克兰, 按照西方预计,获得充足军援的乌克兰有希望在2023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冰冷的现实打色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巴赫穆特,乌军陷入了俄军精心部署的绞肉机, 在被打残30多个主力旅后只能无奈放弃该城镇, 在扎波罗热,俄军花费半年建立的三道苏洛维京防线令乌军苦不堪言, 无穷无尽的雷区与炮火导致乌军每推进一公里都付出巨大代价。 终于,在耗尽西方提供的军援后,乌克兰无可奈何的转攻为首, 在整个冬季落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目前,俄军正在猛攻阿夫迪夫卡及其周边地带, 这里是顿涅茨克战线的核心与补给枢纽, 一旦乌军部队从这里撤离。 那么,未来乌克兰几乎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收复乌东四周, 不过,对于缺乏武器弹药的乌军来说, 继续坚守意味着重蹈巴赫木特角肉机的覆辙, 西方援乌信心下滑,在乌克兰陷入军事失败的阴影后, 西方对于援助乌克兰的信心也出现了下滑, 进入2024年后,拜登向国会提出了一份价值600亿美元的援乌计划, 但该计划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最终并未获得通过。 而且,身为共和党领袖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甚至直言称, 他认为拜登政府正在将美国拖入乌克兰的泥潭, 不仅是美国内部对援助乌克兰产生的质疑, 欧洲也不例外,在2023年12月的欧盟会议上,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动用一票否决权, 导致法德提出的500亿欧元元乌计划未能通过, 从表面来看,投反对票的似乎只有匈牙利, 但其实匈牙利代表的是一部分欧盟国家的真实立场, 只不过他们碍于元乌的政治正确不便公开投反对票而已, 对于西方降低元乌意愿的现状, 美国、华盛顿邮报不得不承认。 西方不可能无限制地向乌克兰投入资源,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虽然不会和西方妥协, 但以俄罗斯的经济能量, 最多只能成为西方霸权秩序的搅局者, 中国更是一个比俄罗斯更强大的对手, 完全有实力成为西方霸权秩序的颠覆者, 这让西方不得不慎重考虑接下来是否还要坚持援助乌克兰。 其实在西方眼里,乌克兰虽然有一定的援助价值, 但它并不包含在西方的核心利益之内,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援助乌克兰, 只是为了让前苏联解体后的两个碎片自相残杀。 倘若乌克兰成功击败俄罗斯固然很好, 但即使乌克兰战败亡国, 西方也不会有太多的惋惜之情, 毕竟乌克兰只不过是一个反俄的马前卒而已, 乌克兰的命运走向何方? 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是西方的马前卒, 但乌克兰人民却是无辜的。 截止目前, 泽连斯基已经签署了九轮全国动员令, 就连六十岁的老人与怀孕的妇女都出现在了战场上, 这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悲剧,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在长达两年的战争里, 乌军已经损失了至少37万兵力, 如果继续战争, 会有更多的乌克兰人丧生, 在国内战火纷飞的情况下, 乌克兰国内的经济秩序早已不复存在, 工业造血能力接近于零, 基本上绝大部分物资和财政都依赖西方援助, 但西方的援助注定不会是免费的午餐, 为了争取援助, 泽连斯基在2023年签署了多份协议, 将乌克兰的国有资产包括粮食、 电力、军工一股脑打包卖给美国贝莱德投资集团, 这意味着乌克兰的经济命脉从此掌握在美国手里。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窘境下, 乌克兰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乌克兰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其实就是成为苏联加盟国的数十年里, 在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拥有航母, 弹道导弹与核武器是无可置疑的军事第三强国, 就连中国都需要从乌克兰引进武器技术, 而在分家之后, 乌克兰的处境却每况愈下, 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究竟何去何从? 乌克兰人真的该好好想想了, 泽连斯基急于临阵换将, 说到乌克兰军队换将, 早在春节前乌克兰媒体就曾经放风,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要换人了? 当时我还专门讲这个事, 后来到了2月8日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频讲话, 宣布乌克兰陆军司令斯尔斯基被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言外之意, 原来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已经被解职, 紧接着泽连斯基签署法令, 授予已被解除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扎鲁日内, 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乌克兰英雄称号, 当地时间2月9日, 这个事已经被官方证实, 按照现在网络自媒体的热度更新频率, 这个事到现在为止早就该量了, 更何况更早已经讲过一波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又重提乌克兰换将呢? 这就要说到换将本质上是什么? 换将首先是换人, 更重要的是换思路, 换打法, 现在新任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宣布由进攻转入防御, 显然就是已经在讲乌克兰的打法要变了, 讲到换思路, 换打法, 实际上之前的新闻已经透露过不少, 最早一波讲要撤换扎鲁日内的时候, 那个时候顺便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 说是泽连斯基在准备撤换扎鲁日内的时候, 考虑让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担任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 但是遭到了布达诺夫的拒绝, 那么这个里头就透露出来了一个信息, 也就是最初这个换将在换人的同时考虑换什么样的打法呢? 让情报总局局长担任总司令, 显然这意味着在打法上很大程度上要倚重情报总局了, 此前的作战当中, 情报总局打过哪些所谓的漂亮仗呢? 基本上在战线之后, 在俄罗斯方向的纵身进行的袭击, 无一不是情报总局策划和实施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最初换人的时候准备换上来的打法? 是以对俄罗斯的纵身打击为主要的打法, 换句话来说, 要和俄罗斯真正的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 请有 emot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